迎接生生命的降臨 原本很開心 但又有誰會想到 最後竟然變成悲劇 一位爸爸送兩個女兒上學之後 回到家裡, 看到太太在哭 誰知發現出生只有四天的嬰兒女 已經陷入昏迷 送完之後證實死亡 經過解剖 發現嬰兒女的頭部有不尋常的骨裂 雖然整件事很可疑 但最後都是因為證據不足 沒有人被起訴 隨著經濟和醫療的發展 香港的嬰兒死亡率幾乎是全球最低 雖然如此 寶寶能夠順利長大 也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有些出生不久 未感受過這個世界, 就要離開 今天我們會探討有關嬰兒死亡的個案 或者聽完馬醫生的分享 有些悲劇可以避免 馬醫生, 你好 你好, Rachel 你好 繼續有馬醫生在這裡跟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談談嬰兒屍體案件 大家都有點不舒服 我想馬醫生自己也有一些經歷了 例如有一宗大約是一個四日大的小朋友 在家中發現, 昏迷死亡 當時你看到你幫他做檢驗時是怎樣的 其實當時也是在暖房才看到嬰兒 因為初步警方不覺得可以 因為他四天長大 第三天才從醫院出來 一旦解剖, 揭開頭皮 就已經停一停了 因為很明顯嬰兒的頭骨 直接裂開了 一定是有很大的撞擊 才可以形成這樣 當然, 如果你說不可以 第一件事是在醫院 出生時怎樣 有沒有說跌落地 因為有時很急生出來 那時候嬰兒已經出來了 跌落地 覺得漸不刺漸不刺漸不刺 不過沒有, 完全沒有這種事 加起來在醫院一直 小朋友喝奶, 所有事情都正常 因為如果受到這種傷 在頭部, 嬰兒沒可能吃到東西 所以看到頭骨這樣裂開 就變成… 對於我來說, 是非常有可疑 嬰兒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四天長大的嬰兒 是不會動的 是 即使轉身也不會動的 當時家裡只有媽媽 你問我, 一定是懷疑媽媽 最大嚴嚇的 不過很多人, 就算是警方 都說不可能, 媽媽怎麼會 自己親手弄死的嬰兒 所以我們這個案件一直都有困難 還沒去到法庭 在律政司署, 他們就問 會不會有可能媽媽抱著嬰兒 即是不小心扇手, 嬰兒跌落地 在裂開的頭骨, 我無法回答 無法回答的原因就是 我們沒有這樣的數據 為什麼會來的? 文獻、書都沒有數據 就是說一個嬰兒要多高下 才會裂開頭骨 因為不會有可能做到這樣的實驗 是不會拿到任何批准 甚至乎你出這樣的文獻 你一定會被人罵 是 那它是沒有皮外傷嗎? 皮外傷完全看不到的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寶寶死得很快 我這裡有個…我有個誤解 我原來是要有實驗 才可以得到數據 其實我們是否能夠計算呢? 即是用數學 事後有人這樣試 不過每一個嬰兒或每一個人 都不同 所以用力學來計算是永遠不準的 是這麼不人道的實驗 即是很難拿到數據 但有時以來有沒有人曾經? 也是做過這樣的實驗嗎? 有, 第二次世界大戰 納粹軍做過很多人體實驗 不過是沒有人會用那些數據 根本覺得不應該尊重做這些實驗的人 所以就不會用這些數據 但這宗案件 另一個奇怪之處就是 這個死了的小朋友 她有一個姐姐 她姐原來她的頭骨也曾經裂過 受傷過, 進了醫院 不過幸好沒事 還是做過手術 做過手術 問題就是雖然同一個家庭 你不能憑這件事 說一定是乖媽媽的 因為就算姐姐那次受傷 也沒有懷疑的媽媽 或者告的媽媽 所以這次你無法承擔 也法律上不容許你承擔她 所以最後這位媽媽是沒有被起訴的 完全沒有被起訴 因為在我們的制徒之下 你不足夠證據證明是媽媽 對, 全都受傷了 但其實明眼人 想也想到是有可以的 這個媽媽 我想你聽我說 大家心裡都說得是… 但法律始終也是法律 對, 寶寶會發生這種事 是 你就會去解剖好她 是 還有什麼其他死因呢 其實寶寶死 首先是不清楚的死因 除非她一出生 你已經有先天病 知道她的心有事 或者有什麼怪的腦有問題 或脊骨有問題 那些你可能會預料她生存不到 除此之外 任何寶寶死亡 我們都重視的 因為都想知道她的死因 因為爸爸媽媽一定很心痛 亦都因為寶寶不懂說話 所以也永遠要保障 即是沒有他殺這件事 也要提醒她 那解剖寶寶和解剖的普通成人 有沒有最大的分別 寶寶很小 還有我個人 解剖寶寶是不太喜歡的 我不開心 不過如果你懷疑寶寶寶是被虐待 就更加辛苦 因為真的要小心 煎起的皮 只剩下肉和骨 看看皮下有沒有任何的瘀傷 皮外傷檢查不到嗎 很多時候寶寶就未必瘀得這麼快 而且就算你不用力 那些瘀的瘀的瘀的瘀 可能會散開 會不會顯形得出來 就是在裡面 寶寶反過來 皮下的肥膏會比較厚 很多時候的瘀傷 是在皮下的肥膏看到的 是否如非必要都不解剖 是甚麼意思 會被迫的 你一有可疑就一定要 或是死因不明就一定要 父母就一定不高興 不想我們解剖 那我想問 有很多個案 未成年的少女可能在家 要生了一個寶寶 但是怎樣去分辨 其實她是小產才死 還是出生後才被人弄死 最基本的就是要看胎子有多大 如果在香港少於24個星期 就可以當成小產 太小的寶寶 就算真的活生生出來 也不能生存 如果胎是大 接近足月 寶寶就要懷疑 會不會生出來時 是再生的 要不是梳乎 要不是乞丐媽媽弄死她 那有其他測試嗎 其中經常說的 書本都會提到的就是肺 如果大家看電影也好 親身經驗也好 寶寶一出生 第一件事就是哭 他一哭就把空氣吸進去 肺部會漲 如果寶寶沒有哭過 肺部不會漲 所以肺部不會漲 你放在水面上就沉 如果有空氣的肺部會浮 就會浮 以前很流行證實 究竟嬰兒是生還是死的 曾經很早期英國時 就靠這件事判媽媽殺嬰 也挺不人道的 因為有時候你找到嬰兒 已經開始腐難了 如果腐難也有機會 肺部本身也會有空氣 也會浮 有氣體就會浮 有氣體會浮 所以有時候也是 那究竟是… 冤枉了 對浮就冤枉了 冤枉了 那不如我們做一個這樣的實驗吧 好 好, 這麼快就準備了浮水測試 我們當然要用豬肺 是 豬生存過的 肺部會吸氣 對 證實一下這隻豬是否胎死腹中 交給我 好 這個… 很大 這麼大一件豬肺, 行不行嗎 真的浮 證實了它曾經活生生在這個世界 吸了很多空氣 所以肺部有很多空氣 好, 轉頭 然後我們繼續跟媽媽、花姨 談談其他嬰兒的死亡個案